斩死了 班赞是我的一个极好的朋友 他是仁义的演员 跟其他那些演员比 他有两个特点 第一是极其聪明 极其聪明 好多话你不用说 他就能心领神会 第二个是敢自嘲 你可以跟他开玩笑 他自己 我认为一个人的最好的品质 就是敢自嘲 自己拿自己打茶 不像好多人特要面子 见人之前先得make up 画脸 装出一张装逼的脸 骗人 底下再干另外一种生活 班赞不是 我一直没趣人意 就是怕班赞 为什么呢 班赞也不知道 怎么看上我的话剧才能了 因为我跟他讲过几次故事 他说我讲故事 没废话跟海明威似的 而且是不用背台词 他要为我设计一个 战地记者的话剧 我不愿意弄这个话剧 我老觉得话剧没有做新闻好玩 所以我害怕他就没去人意 想不到他突然心脏里就死了 才41岁 我发出几段 我们俩一起聊天的 以示纪念 其实他弄那个小浦的马场 小浦一个知青 还叫什么 那两个马的时候 我就有不想知道 马往往是英雄故去的东西 你看那个电影就是 是叫Oliver吧 就是那个 朴和费文利演的那个 一个叫什么什么的夫人 养英国英雄纳尔逊 在外国 军马的走 往往代表的一个人的死 班赞演那个军马的那个戏的时候 那个马叫 什么酷死 一酷死的时候 我就有不想知道 以后我就没拍过他的话剧 我也没跟他合演话剧 现在急后悔 我应该答应他 跟他演一个话剧 我们今天下午剧本朗读 第八期 已经弄了八期了 不容易 我们今天下午准备的是 普哥组织的是雷雨 第一幕 我组织的是两个契科夫的小故事 组成意思 说话这人叫奔赞 小普徒弟 没有 我们都是他徒弟 多帮我 多帮我 推广 对 对 我今天说的臭鸡蛋 厨鸡蛋 我在这影响你不影响 不影响 不影响 我们都已经准备充分了 对 就等着演出了 对 我是专家 你应该讲两句 这什么 司马怎么拆的 那个 他不是 他开始写那个 写了史记之后 写了史记之后 他传不出去 抄了四本 让人背下来 嗯 啊 就司马签的一个外孙子 还是孙子 把这个话就给背下来了 所以史记他是能背的 另外史记你看 特别什么 千生龙门 耕梦 一个河山之阳 什么 什么少典 皇帝者 少典之子 姓公孙明曰宣元 特别适合背 他最早是背的 他写的比较上口 对 然后杀了他之后呢 就是不把他辅刑吗 辅刑之前 那个司马签 女朋友很多 有一妻 一妾 一妾 一女朋友 女朋友是画家 所以司马签写的文章 都特别有那个视觉效果 那女人会画画 司马签等于新华社记者 他一直到十几岁 他继承他爸的职位 一直到十几岁都是公车 就公家的车 到处乱走 替皇帝收集 替皇帝收集资料 所以他就有好多 任何货者都公家掏钱 对 而且不仅是公家掏钱 而且他有特权 他能掌握那些资料 所以他就掌握好多 他爸就想写实际 所以他呢 就那会他要么面临着 就不给他公刑 或者别的行 但是只有公刑 他能活下来 他就能有时间再去 把这本书给写完了 他就写完了 他知道写完了 因为他喜欢李 喜欢李灵 喜欢李广 李灵李广 李广应该封侯的 汉武帝不给他封侯 汉武帝 然后那汉武帝 弄魏子夫 小细腰 那个一颤一颤的那美女 魏子夫 他弟弟还是哥哥是魏青 魏青的外甥是获取病 所以他妈的古代就腐败 所以司马迁就绝望 司马迁就把司马迁给敲了 敲了去了 一根鸡鸡两个蛋 等于是 所以司马迁的 开始生的两个儿子 就藏起来了 一个去了一个蛋 把那个去了一根鸡鸡 就添了一根 姓铜 司令的司前面 加一根鸡鸡就姓铜 还有一个呢 那马不是 马吗 加了两个蛋 就是缝 就是冯远征的缝 冯远征的缝 就把这俩去掉的东西 加的姓 这个村子呢 这个村子仍然存在 这村子在哪呢 叫徐村 就是双人徐 双人徐你想 就是等于余二人呢 他们家就留了两条汗 就是冲 还一边就徐 这个村子仍然在 陕西的韩城 就在那个 冯远征他们家边上 叫徐村 很破的一个村子 村子里边有司马陵园 有他们家祖坟 所以所以所以 体验生活的时候 他说九月要去 我就能够跟他一起去了 太好了 我还真有点想 我操作得给他买 买家伙呀 秘语的呀 在那油花木 然后咱们 咱们挤点钱嘛 说这个演员队 谁谁谁谁谁谁 给他一大伙一起给你买的 这 染料 托盘 挂刀 那几个刷子 买一点三颗板 笔 笔都有 就这点 您先画着 让我们看看 您画什么了 有一张油画要画出来 他得先得临摹 这个师傅老师 王刚老师一上 我该上 这次到河南话 说河南话 现在北京人的基本上 说河南话的角色都我来 后我来 他得先得临摹 他得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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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底下都特穷 就特别穷 都没什么前途 就山里边 山里边 山里是生下女的 就是像 即使这么漂亮的 立刻扔尿筒 就能扔了 弄死 生男的 水桶也能变成 水桶还在外边 尿筒就是废物 直接的 水还有用的 连水都不能浪费了 你看那个 你去过 你去过 什么那个 那个什么 福尔赛宫吧 福尔赛宫 那个一进门那里 有一个房 叫瑞士房 为什么叫瑞士房呢 就是瑞士兵呆在那里 事情只有瑞士兵 有这口碑 命肯全打死 对 法国闹革命闹 杀皇帝 兄弟之间 全跑了 只有瑞士兵 勇敢 还有你去罗马玩吗 你去罗马玩 你去梵蒂冈 梵蒂冈 帮人穿扑克牌衣服的 你看见没有 那是瑞士围队 那是给教皇的瑞士围队 全是瑞士人 瑞士人生了男孩出去就打架 打架能活下来才有 女孩没用 就浪费了 所以 然后在瑞士边上还一家族 叫英保 你想英保 英超 习格勒 住在英超那的人 他们家呢 那么生下小伙子也都彪悍 彪悍穷逼 没时候活下去 没时候活下去 打听就说 欧洲谁家有钱 有一人来告密 说最近 波根蒂公爵他们家的美女 美女闲着弄出去 立刻他们家一师傅就教这个小伙子 叫马克西米利安 身高一米酒 说 你就去他们家应征 有一大party跳舞 跳舞 你一定要在他身上找出一朵丁香花来 谁找到丁香花他就架水 这小伙子冒山民呢 就从英保就下来了 就直奔直奔了波根蒂 就是出那个 现在不是有两种酒吗 一种是旧坡下驴的坡瓶子的 一种是带一坎瓶子的 一个波根蒂的 一个波耳朵的 这就是波根蒂那个 他就去了 到那之后也住这儿 说他们我是英保哈布斯堡家族下来了 人家看这土老帽 也就没拿他当回事 他就继续就在那待着 每天就去跟人跳舞 跳舞他要找那朵丁香花 他叫老摸那女的 其他人都文明人 都是来跳舞的 只有他老摸 这一个礼拜摸那件 那面叫什么面 学面 就老学嘛 就老那样学嘛 学嘛他摸呀 他山民他没文化 就摸 摸了一个多月 就摸上瓶子这女的 就被他摸上瓶子 就嫁给他了 嫁给了波根蒂公爵 就把自己的女儿 就陪嫁的时候什么嘛 荷兰比利时鲁森某 就是和比蒂蒂嘛 那哈布斯堡 他们王族的第一笔 第一桶金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以后是欧洲的皇室 全跟哈布斯堡家族 有联姻联姻关系 拿破仑最后 不是跟约瑟芬两人 就特别和谐嘛 但是他仍然不行 就是名不正言不顺 就坚决跟约瑟芬离婚 又娶了一个公主玛丽 就是哈布斯堡家族的 生了一小儿子 小拿破仑 生了时候 拿破仑就特别高兴 把他儿子往天上一扔 说你就是罗马王 因为罗马就是世界之王 你现在上那个巴黎玩去 拿破仑那个墓 离着他最近那棺材 就是罗马王 就是哈布斯堡家族 就是跟玛丽什么 奥地利的国旗 我没带钱包 奥地利国旗有点像这个 你这笔子特像 奥地利国旗是红白红 就三条 奥地利人他能打仗 他能打仗就出去都揣着白的 十字军嘛 打仗回来以后 把这个武装袋往下一解 就只有武装袋这是摆的 两头全是血 所以奥地利国旗 现在就是红白红三条 然后奥地利最牛逼的话 叫说 让他们在战场去争夺吧 我们在床上摆平他们 怎么说 康哥 康哥 我问你个事 您那个 现在楼下是 怎么不在那画画呢 现在在哪画呢 有专门画是什么 你们老在这排戏 我画得了画吗 老他们的 你们排戏就排戏 还老说话 你们这话剧 最讨厌就是老说话 我明白明白 他有的那个是面 或者什么的 就给他剩在里面 这是马吃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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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就准备刷马 哦 快快快 他听得懂他门门了 赖尔 怎么了 你要亲我吗 他也害怕了 不害怕 没事 我们看看你 跟你交流交流 别害怕 赖尔 你 不是你看 你这么刷一遍 你就知道 鞭马的腿 就不是能出问题 我明白 大清国叫我 哎 我爱大清国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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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儿 二爷 你们见天在这喝茶 这 王站贵 王站贵 您知道吗 你直接咋妈产孙儿呢 我问你听见他没有 二爷 咱坐下喝碗茶 赖尼什么花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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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我连你别说了 咱们大清国表完这个河谭是从你打了吗 不我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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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怎么说的 啊 哪去啊 这事儿得交得明白了呀 我说你还想追踪他 我敢不带着他吗 我告诉你我他是个奇人 奇人 奇人当换金 对家里的所拿捧组逃不了 这样也逃不了 您 您是在这手机上 房产实话是收拾 哎 哎 一天一天就算就算了 为难逃 我记 哎 哎 哎 生气 喂 您在那边上来 您这东西 您请见 哎 哎 哎 你给我说了流动 哎 这官机他管不了了 哎 他管得了呢 都摸不变多少 还是 兄弟 哥 都瞧我了 都瞧我了 我这给各位请安了 都是自己的弟兄,千万别伤了和气! 皇爷,这儿都不是他们,他们都在后头哪。 耶! 皇爷,您几几几几。 你估计啊,你看,这太妙了。 她按个四伙伐,是吧。 自己的转转了,那胆子太差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明天马在那集合 我也得去 陈老师 明天马 说明天 对 几点怎么去 我们明天是九点半集合 我们这个戏 现组完了体验生活 叫EQS 英国的剧本 完了明天会到马场 让浦哥带着我们 感受一下骑骑马 对马场的生活 进行熟悉一下 对我们这个戏有帮助 那么明天几点跟你在哪 勾结会合 明天就居院有班车 几点了 九点 九点在这 九点在这有班车 那可能 可能那车还是能坐下 要有俩 唐老师这样 俩坐得下 也坐得下 那九点 明天去马军 人一都讲 就是体验生活 所以我们演戏认真 去体验一下 英国戏 不能掉以轻心 得把这马 是吧 我们那个男演员 得骑马 得像个样 虽然我们这个 那就是马上舞台啊 不是 我们是舞台上一点都没有马 但是呢 得使演员给他骑出一匹马来 所以这对表演的要求更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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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我们现在这是权力哲的后厨 一般人不让进 对一般人不让进 千万不让进 你在天涯地球里 比较演什么 我演的是大少爷 唱戏那种 败鸭子 败鸭子 你跟鸭子无关 我跟鸭子 间接有关系吗 间接有关 你是老板啊 里头有句词说得好 我们俩各有所好 就是不愿意 伺候这些鸭子 谢谢啊 这是班赞 就是那个大少爷 大少爷 有票了吧 我有票都好 少回你给我个票 给我一个特破的票 这边 从这过去吧 能过吗 能过 他那个车在 车在外面 这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吧 这叫一镜到底 这不是狗扑肉吗 不是狗扑肉 狗扑肉哪是 这是我知道的 你看没牌 我说是什么牌 就是什么牌 有点意思 那这能拍多久 演艺收不烂的 这是班赞 演艺收不烂的 跟那个大少爷又不一样 又不一样 上次还大少爷 这回是那个落魄了 落魄了 这是班赞 他来着 你今天下午给他发微信 他也不想话 说好 这就是你的问题 说好李白三 不是 这是你的问题 你今天就应该 白天跟他通个电话 丁志诚是什么样 你不知道 现在都不爱打 不爱打电话 老爱微信 微信呢 就没谱 微信就容易没谱 大道具 这是前一段那个天下第一楼里那大少爷 他妈潦倒了收破烂 挣点小票 你看给他给美的 不容易 没见过钱 没见过钱 怎么潦倒的 怎么潦倒都是吃鸭子吃的 吃鸭子吃的 骂人这个 这属于骂我 哈哈哈哈 馋坊里有你吗 有有有 我演黄胖子 哦哦哦 就 还有买媳妇那个 打得起来 打不起来 那叫打 哦哦哦 哦哦 剧本里写的是 流氓头子 哦哦哦 流氓头子 还有还有那个 买媳妇那个 哦哦哦 两个淘兵 哦哦哦 哦哦哦 对对对对 一个娘 三个人的表情 三个人的表情 对对对对对 弄衣服哦 这小白边 就一个露出来 哦 这样在舞台上看着 它有层次的 对这北京地面 这局势全靠您 对流氓头子 和说和事啊 嗯 嗯 没吃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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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两步走 就是 嘿嘿嘿嘿 哎 大型吗 不是 嗯 还没 没吃人 对 我给你 三号钱啊 不是 那你还没看着 我给你 就都在这个 你想要把这个 揉层揉的 这个够大吗 不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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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帽子丢了 不是帽子那个 这太新 不是你原来那帽子弄 没点揉 啊 黄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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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回事 你别弄我的 你是什么剪装 这是 工作中 脚线突出 那呗 剪装不看 得请客 没事 能请客 因为有奖金 好 干杯 请客